哈喽大家好 欢迎和导演聊特斯拉 今天呢这个Neo Day的发布会也是出现了 本来呢我是不太想出这期视频的 原因呢是我是一个研究特斯拉的博主 别人的发布会呢我也不好那个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 第二个呢就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发布会的内容啊 但是呢有很多群友啊在这个群里啊非常热烈的讨论 然后每一项呢都有这个非常激烈的辩论 然后呢也有不少群友呢他是有这个Neo的股票的 然后也让我说说我的看法 然后现在也是挺晚的我就是简单谈谈我的看法吧 具体发布的内容呢大家去看那视频就好了 我就在这不讲细节了我主要讲大的方向 还有我想说的一些点 首先呢我是很开心电动车的这个市场呢是可以百花齐放的 我一直说到更多的竞争可能利于发展啊 这个肯定是好事市场越大呢 就会有更多的水进来水涨船高对吧 再一个呢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是特斯拉和蔚来 一直其实没有构成这个竞争的关系 他们共同的竞争对手呢是这个燃油车市场 他们共同打击的对手呢就是这些燃油车并不是互相之间竞争 再一个人家市场定位他们的CEO里面都说 他们定位是高端车 我们特斯拉呢都是这种比较低端的车型对吧 才30多万Model Y跟人家没法竞争是吧 所以呢这两者根本就不构成这个竞争关系对吧 市场定位就不一样我们走低端路线 人家走高端的大气上档次的路线 再一个就是你什么时候看到特斯拉的任何发布会 包括电池日自动驾驶包括发布新车型 说的是我们比未来的什么什么车型枪 就你听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吗 为什么只要出一个电动概念的东西 不管是未来也好还是Lucy还有任何东西 他们懂总是要挂上一个特斯拉杀手Tesla killer的旗号 你想不想明白这个问题 谁处在什么位置是不是一目了然 这么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所以呢当群友或者大家看到什么特斯拉这把烦了呀 特斯拉都黄了呀股东都傻逼了这种言论或者措辞的时候 大家不妨呢就是不要去跟他们争论 你有什么好争论的呀 最好的方式就是无视 说实话我今天做这视频都多余 我本来是就根本就不想打理这事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王者风范 你什么时候看见说这个狼要跟着老虎打架 老虎什么时候这个睁开眼皮子撇过他一眼吗 他他可能跟这个狼去争面什么 我们该不该打吗 我们到底怎么打能打赢吗 就老虎连眼睛都不太睁一下的好吧 就跟特斯拉发布会一样 我们就要发布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东西 我们有什么技术 我们会制造什么样的这个电池对吧 我们会降低什么样的成本 这个你要是说不出来 就是我天天跟你说 我跟别人比比别人怎么怎么强 这有用吗 我们就做好自己的东西 没有必要跟什么第一名去蹭热度对吧 我们不需要 下面就讲三个槽点吧 就是我看完这个发布会 第一个呢就是他说的这个150千瓦时的电池 很有意思啊 他用的是CATL宁德时代的 然后盗用群友的评论呢 是这么说的 未来作为电池的采购方 宣布发布150千瓦时的电池 跟我自己宣布苹果发布iPhone13 是一个道理 我觉得这人真是人才啊 走照电池的是宁德时代 而且宁德时代还给很多车厂造电池 什么现代奔驰宝马 甚至也给特斯拉造电池 影响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就是我不知道你拿到这个放到自己的发布会上来说 是怎么想的 对吧 我要用你们的一个技术 放到我的发布会上来说 你品你洗品 再一个就是1000公里 是1000公里续航挺长的 但是你这个千瓦时也大了呀 就是这个感觉没有什么好拿出来说的吧 就想不太通 然后呢这个是2022年才会有的技术 2021年底呢 Model S的Plat三电机版本也会出来了 到时候的续航也是轻轻松松的 好吧 我们到时候看产品 不要看这个PPT 第二点呢 他发布这个ET7 直接对标Model S 数据很亮眼啊 不得不说 就长得吧 也怎么说有那么点神似 然而吧 他这个也是2022年才上市 他直接对标的呢 也是Model S 高端市场对吧 人家走不一样的路线 其实我不太明白 Model S是个201几年的产品 你2022年要对标Model S 而且他还售价40多万 你知道吗 Model S从刚出生到现在已经降价多少吗 现在上一次是69,402对吧 69,420 如果到2022年 我不保守估计可能Model S的售价已经到5万以下了 速度比他快 续航差不太多 然后品牌效应摆在那里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产品将来会卖的什么一样 可能是人家高端路线 这个我不太能理解 我习惯买这种便宜货 再以最后一点呢 说他这个什么七倍算力 我都 那个什么乱七八糟 就是跟特斯拉比 是特斯拉算力的七倍 你这数据哪来的呀 这都就是系统 特斯拉的对吧 你偏要扔这个七八倍 就是比别人强七八倍 什么居心 再一个就是 算力大就代表这个东西牛逼吗 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吧 我拿一个核弹去打蚊子有必要吗 就是特斯拉现在这一套算力完全够用 完全可以处理很多很多应急事件 而且Full Self Driving Beta已经是很成熟了 就是你现在来一个七倍算力 就跟说马斯克说 我们用LIDAR是用在火星那个火箭上的 对齐用的 你安汽车上不就是非常冗余吗 多此一举吗 这我说说话不太懂啊 可能有点下车弹 就是大家可以留下来你的观点 反正我就是简单吐槽这么几点吧 我毕竟不是研究这个的 所以咱们也谦虚点 就是大家欢迎指正 我没有必要刻意就是黑别人 我就是觉得你要发布一个真的好的东西 我真是非常鼓励的 因为对吧 真的发好东西 特斯拉也是可以界限嘛 我们最终的目标都是相同的 是这个让世界可以向这个可持续能源的发展 能够更快一点 哪怕能快一点 对吧 谁家的技术牛逼一点 互相借鉴起来都可以吧 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我们就觉得好的东西互相借鉴对吧 就是我们好的东西 你不是也拿去用了吗 你们好的东西我们拿来用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 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市场效应 好吧 就讲这么多吧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余见 希望大家这个轻点喷 希望大家这个轻点喷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